第七十五章 思辨 陳卓這個大型粉絲見面會 一直持續了很久 期間還有些女生 拿著兩張紅衣魚伸進鐵欄門 大聲地說 陳卓可不可以和我合影 看守陳卓的醫護人員 當然是第一時間上前阻止 但變救他快 陳卓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靈之勢 趕快把兩張紅衣魚帶到自己的袋裡 有一當然是有二 更加多的仇免尾銀剪出來 要和陳卓合影 一張張的紅衣魚 以秒計算入了陳卓的袋裡 充實而又愈發的一天 很快就落下了圍幕 到了晚上 陳卓坐在自己的小屋裡 那些仇免尾銀送給他的禮物 堆到整個屋都在 他是一份一份一拆 玩到深夜都還未睏 中原節差不多來了 鬼蜜越來越猖狂 那些鬼哭浪耗的聲音 晚上在家裡回蕩 大多數鬼蜜都想趁著中原節 搞些事 甚至乎有些鬼蜜 還公然地挑釁鎮雲斯的人員 鎮雲斯這一陣子 真是忙到頭髮都掉了 深夜 金海醫院直靜的太平間裡面 一道金屬的磨擦聲響起 直班室那個老張一聽到聲 就打開太平間那扇門 衝去看看什麼事 37號屍櫃 不知道怎麼回事被人打開了 可以在太平間那裡做直班 老張都算是大膽的了 他想都沒想到 一進去就向著37號櫃走過去 不過才剛剛走了兩步 37號櫃那條屍 突然間坐了起來 這一條是一條藍絲 屍體上面還黏著一些冰渣 老張這個時候才感覺到 有些不對勁 但他沒有出聲 靜靜地退後了幾步 不過藍絲似乎沒有打算放過他 藍絲的頸發出一些咔咔聲 那塊蒼青色的臉 轉動向著老張的方向 那條藍絲的嘴唇和皮膚是一樣顏色 只得對眼是紅了一圈 不過對眼就死雨一樣 不斷看著老張 太平間的燈開始變得呼吸燈了 還閃了幾下之後 暗白冷閃光 老張嚇到鬼殺那麼吵 連風濕都不理了 噗噗聲就跑出太平間 那條藍絲在屍櫃裡面爬出來 走出太平間 對眼雖然是張開了 但瞳孔就完全沒有辦法動 紅摸的裡面一團死氣 離開了太平間大樓 那條藍絲就僵硬地 摸高頭望望天空的月亮 跟著就向住院部那邊走過去 走到樓下 他進了電梯 按了四樓 不過在電梯門差不多山陷的時候 一樓大廳就有兩個護士走了過來 一路跑一路說 麻煩 麻煩等著 電梯裡面的藍絲伸出一隻手 攔住了正要關上的電梯門 兩個護士看都沒有看 拿著藥品盤 氣喊氣喘地衝進了電梯裡面 其中一個護士出於禮貌 就說一聲麻煩 不過當他摸高頭的時候 就對視到藍絲的瞳孔 凶動的眼神 蒼白的肌膚 同一時間 另外一個護士就按了七樓的兒子 不過按完之後 他全身打了一個冷枕 跟著就說 奇了 電梯為什麼這麼冷呢 說完 護士又轉身 不過就看到自己驚恐的同伴 他順著同伴的眼光望過去 嚴嚴夏日冰凍過的藍絲身體裡面 已經開始出水 那個護士下意識地望向屍體的腳瓜窿 一條紅線 上面綁著一個號碼牌 號碼牌上面用圓珠筆寫著三十七 紅線 號碼牌 太平間三十七櫃 兩個護士嚇到滴滴陣地縮在一起 藥品盤上的藥品 撞到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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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那隻藍絲扭動鏡 出力地看著兩個護士 一秒 兩秒 三秒 雖然是幾秒鐘 但是對他們兩個來說 簡直就是煎熬 這條藍絲的瞳孔凍住了 沒有辦法動 所以他只能夠移動頭去轉動視覺 他向下望下去 藥品盤裡面有一袋血液吸引了他的注意 於是藍絲就伸手拿起了一個血袋 拿著藥品盤的護士嚇到他們受得鬆 藥品盤就跌了落地 玻璃藥品就跌到一地都是 不過這藍絲沒有準備對兩個護士做些什麼 只是拿起血袋放進嘴裡 住得乾乾淨淨一滴都沒得靜 電梯去到四樓 電梯門一開 兩個護士就搶先衝出電梯 一路跑一路大喊思辨 不過他們忘了的就是 四樓是藍絲禁的 他們禁的是七樓 第七十六章 活死人 任憑那兩個護士走到鬼沙甘草 那些藍絲根本沒有關注他們 沿著一條走廊 他走到一間病房之後 就沒有再出來 孫童孫院長接到值班員老張的電話 接著他帶著七八個 紅貓眼的醫生趕過來 剛巧就看到藍絲燒在病房門外的一幕 雖然他們知道藍絲的去向 但沒有人敢走去看什麼事 這群紅貓眼的醫生 這一段時間一直在研究 卓式拒音符文 整個腦裏都是卓子 還滿腔對陳卓的崇拜之情 見到發生這樣的事 當然是第一時間想起陳卓 院長 給電話陳卓 是呀 院長 陳卓搞得行 孫院長聽到 也跟著不斷押頭說 是呀 應該給電話陳卓 鎮雲斯特派的鬼動文翻譯 提議說 這件事不是應該打給我們鎮雲斯嗎 不是 我也是 給你電話陳卓 看看他有沒有時間 孫院長這樣說 當堂搞得這個鎮雲斯翻譯沒有聲出 在青山精神病院 陳卓的房子裡面 他一副青銅棍 裝滿了紅衫魚 陳卓整個人淚進去 手裡面拿著一疊 一邊數一邊掃 75 76 77 78 星球最英勇的戰士001 聽電話 星球最英勇的戰士001 聽電話 陳卓順手拿起手機 按著接聽仔 喂 是不是陳大師呀 電話裡面的孫院長語氣 相當之和愛 有什麼事就放啊 陳大師呀 我是金海醫院的院長 我叫孫童呀 你記不記得我呀 行了行了 什麼事呀 沒有 我們醫院現在有少少麻煩 可不可以請你來幫幫忙呢 不空呀 陳大師呀 有錢給你 陳卓右手拿著一疊錢 一手舉著電話 想了一會兒就說 那我稍後過去呀 哦 等你呀 等你等你 陳卓也沒有廢話 吸了電話之後 就繼續數錢 啊 數到哪裡呢 他拿著厚厚的一疊錢 就繼續數 27 28 29 相對於陳卓來說 鎮雲絲也靠得住很多 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時間 就由白胡蘇魯到南陽子 帶隊 帶人趕到金海醫院 孫院長 就整合了藍絲的病歷訊息 藍絲叫做萬修院 七日之前死於癌症 死了之後 屍體就一直放在太平間的屍櫃裡面 遠方都有聯繫過家屬 但是家屬就說 殯儀館那邊還沒有空位 所以就一直都不肯接走屍 這個時候 這條藍絲就安安靜靜地 躺在他生前住的病床上面 南陽子站在病房門口一伸手 跟隨他而來的道家鬼秀 就遞上一支染了紅墨的毛筆 這支筆用的是 純陽時日出生的南嬰胎毛 再加上上等的極陽圖目所製成的 用的墨也都是精心挑選的珠沙 共計血 黑狗血條配過 所經過程 程序繁多 南陽子拿著毛筆 在病房門口那裡 畫出一道符咒 口裡面念念有詞 五星陣彩 光照元明 千神萬聖 護我真靈 巨天猛獸 制伏五兵 五天魔鬼 亡身滅營 所在之柱 萬神奉營 急急如律令 最後一筆落下 病床上的屍體坐了起來 屋內開始狂風大作 南陽子身旁的鬼修 接過符筆遞上一把圖木劍 接過圖木劍的南陽子 拉開門一閃身 進去病房 其他人只能隔著病房的玻璃 看入面的情況 南陽子進去病房 杜婆的袍袖製出一道符 貼在窗口的位置 避免鬼密跳槍而逃 屋內的物品 被莫名而來的狂風吹到周圍亂撞 南陽子再一次制出五張符咒 分別震在屍體的手腳和額頭的位置 屍體被定住屍身 霜木緊閉 跌回到床上 而屋內的狂風也消散了 吹在半空中的物品 一件一件地跌落地下 屍體沒有任何反應 很平靜地躺在病床上 霜木緊閉 南陽子整個人鬆了 認為已經克制住 所以就沒有想太多 向著病房外進入手 視以孫院長他們可以進來 孫院長和幾個鎮魂師的鬼秀 走進病房 剛剛打開口 打算問是甚麼情況 突然聽到咿咿一聲 病床上的藍絲重新坐了起來 額頭上還貼著黃虎 藍絲的眼皮突然之間彈起 目視前方 剛好就是孫院長的位置 孫院長就趕快避開 藍絲的頭 就追隨著孫院長來轉 最後孫院長就不理太多了 另轉身 啵啵就衝出病房 南陽子這個時候便面色凝重 口裏講出三個字 活死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